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你 自从动画之后 当然成绩也被更多人看到 然后关注也变多 相对的期待也会变多 但经过这些压力的洗礼之后 我觉得这又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使命感 就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想要让更多人看到 就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去享受在这个过程中 而不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那其实在做赛前训练啊 或者是我在训练的过程中 都已经有模拟过了 而且也有相对的勤修 那也知道说 可能要从哪个地方开始进攻 会对自己比较有利 或是在以我自己的优势下去进攻 会对整场比赛来说 会是最有帮助的 所以在场上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依照我训练的这种方式 下去应战 其实我觉得就足够了 虽然最后没有取胜嘛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也找到说 自己进步的地方在哪儿 或者是自己可能还缺少的地方 甚至要在加强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也有一些方向 蛮感谢我的教练 陪着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去比赛 然后其实他也是有家庭的 你就像爸爸一样 就是一直陪着我们这样子 然后也很放心地 让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家人就不用说 因为一直以来 都是我的一个最大的精神支柱 去年一整年下来 其实也是 说成绩好吗 其实对自己 还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对就是 能够再次让大家 就是肯定自己 我觉得也会是我最大的动力 就是接下来会想要再突破自己 更好的成绩 我会想要再次看我 就会把那些机会创作为 好好的成绩 就会你让我再次看我 好好的成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